5月10日恰逢北京新能源指标的下发月 我们有幸抢先试驾了北京现代名途纯电动车型 北京现代名途纯电动采用了现代汽车最新家族式的设计员 前两采用与车身同色的封闭式设计 彰显了其电动车型的身份 右侧盖板打开后便是快慢双充电接口 十分便捷 由一条横向金属试条连接的两侧前灯组 采用了时下最流行的分体式设计 造型狭长犀利 别具一格 侧面通过交错的几何曲面营造出流动的光影效果 贯穿车身的双腰线凸显出了其修长流线之美 具有鲜明EV个性的17英寸低风组轮毂 和压尾式的车尾设计 完美平衡了空气动力鞋和动感美学 车尾部分采用了与前两相呼应的双C型贯穿式的LED组合尾灯 层次分明 立体锐利 增强了车身整体的品质格调 打开车门进入车内 给我的第一感觉是焕然一新的高级感 沉浸深邃的数字化智能座舱 搭配这种宽视觉简约化的中控台布局 简洁流畅的水平线条 由前方向两侧延伸 带来宽阔雅致的感官体验 在国内消费者看重的空间方面 明图纯电动表现也是非常出色 它的车身尺寸为4815毫米 1815毫米和1470毫米 轴距达到了2770毫米 这个数值达到了B级轿车的水平 精准云控制的百度智能网联3.0系统 让沉浸交互式体验更加的纯粹 一句你好北京现代 我有点闷 车窗就会自动打开 可以随心挑选的海量音乐曲库 让一天的旅程更加的轻松惬意 集成了23项的ADAS功能的 智芯合一安全系统 达到了L2加级自动驾驶水准 其中多项为同级独有 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用车场景 其搭载的宁德时代的高电压三元锂电池组 电池容量为56.5千瓦时 能量密度达到了141.4千瓦时千克 可实现ADC综合工况续航里程达到520公里 60公里每小时车速下更可以达到650公里的续航水平 使用体验媲美燃油车 不仅如此 出色的电池品质还让明图纯电动 在低电量状态下充电12分钟 就可以实现100公里的续航 这也让我们体验到了喝一杯咖啡 就能再次出发的自在随心 无论是静态体验还是动态体验 明图纯电动都有超乎预期的表现 不仅续航里程树立了合资纯电产品的新标杆 在乘用空间 智能配置 动力性能等方面 也都有越级表现 堪称是一款不可多得的城市家用好车 接下来随着5月26日北京新能源指标的正下发 其在北京市场的表现 也非常值得我们期待